哈喽大家好,我是秋实 现在是2019年的10月2号 我正在青岛的金沙滩 看是不是特别好看 因为刚刚过完国庆 到处张灯结彩的特别漂亮 这是我十一之后的第一条视频 也是我从香港回来以后 录的第一条视频 所以今天呢 想在视频里 跟大家讲几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 叫做妥协 从香港回来以后呢 我被很多的部门和领导约谈 要录口供 做笔录 批评教育 交代情况 就在昨天我还被派出所的警察 带走了一次 相关的细节呢 以后在视频当中 慢慢的跟大家说 其实啊 在咱们中国的舆论环境当中 我们经常会为了 中国的民主问题 争个面红而吃 那么到底什么是民主 有的人说呢 民主就是逆人一票 也有的人说 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 说的好像有点道理 但这似乎是对民主的 一个比较浅显的理解 因为民主的内容非常丰富 我觉得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 就是妥协 它是各种政治力量 相后博弈 最后妥协 各退一步 达成一个能够双赢的共识之后的解决方案 就比如说中国现在跟美国打这个贸易战 最后要签协议的话 也一定是达成一个妥协 大家各退一步 既然有关领导和部门认为 这样子的国庆 这么重大的普天同庆的日子 不希望再听到什么杂音了 在此之前不要有什么反对的声音了 希望我不要录视频 我觉得这个面子应该给 所以在十一之前我一条视频都没录 那么今天是十月二号 我要说的第二个关键词 就是坚守 既然认为对的事情 就应该坚持做下去 既然表达是我的兴趣 是我的爱好 既然言论自由 是写进宪法第三十六条的基本公民权 那么我就应该坚持做 推荐我认为正确的事情 不管遇到多大的压力和阻力 即便说在过去一个月的时间里 我所有的社交媒体的账号全都被封掉了 一夜之间我的抖音 快手 微博 微视 微信公众号全都炸号了 以至于后来 我又单独申请了一个新的抖音账号 但是只要我将脸出现在抖音上 这个号马上就会炸掉 只要有网友想把我的视频 传到国内的视频网站上 这个视频也是传不上去的 这就是民宿其实的全网封杀 但是这世上做什么事情没有困难呢 有困难就不错了吗 有条件要上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有困难 克服困难也要上 这就是坚守的意义 封杀我是你的职责 坚持表达是我的权利 在这样的博弈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我们可以一起把这个国家建设的更好 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叫感谢 从香港回来以后呢 很多朋友 不管是体制内体制外 很多次为相识的一些老师领导和前辈 都在努力的帮助我 保护我 都在努力的支持我 声援我 其中要特别感谢的一个人呢 就是那个拳击手徐晓东 我跟他不是很熟 但是在所有表示支持我的人当中 他是唯一一个愿意公开 在视频当中露脸你真人的身份 对我表示支持的人 这份情谊 我应该表示感谢 因为我跟他不是很熟 看到这个消息以后 我就约着他 去我朋友拍了一个写真照相馆 拍了一组写真照 一起来看一下 是不是有一点激情满满的感觉 我们两个直男孩 拍这个东西 开的好尴尬 你知道吗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喜欢照相的人 因为我觉得人生很短暂 青春时光 如果你自己不给自己留下一些影像 作为纪念的话 真的没有人会记得 你曾经到底经历过什么 然后我也非常感谢小冬 愿意支持我 其实我是想向大家 传递这么一个信号 在中国作为一个当代的新的青年人 你应该做到 又要有柳趣的灵魂 也要有好看的皮囊 最重要的是有坚定的性命 那么今天的最后一关键词呢 就是希望 我不敢说希望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只是希望我自己 能够坚持自己所走的这条路 能够踏踏实实的把内容做好 不要怂 也不要飘 做好公民记者 调查好真相 同时也跟我的老师梁洪达 学一些关于做新闻评论的皮毛 把这些知识和技能 奉献给我们的观众 我们的同胞 也希望我们国内的舆论环境 能够越来越开明 因言获罪的人 能够越来越少 从香港回来一个多月 香港的事情也发生了许多的变化 同样的 也希望香港的特首 香港的政府和香港的市民 能够达成一个彼此的妥协 能够尽快的找到一个 多方面共赢的一个解决方案 共度这个难关 好了 已经十月份了 天体也转凉了 希望大家增添衣物 照顾好身体 我是秋实 咱们下一个视频再见